來來來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發紅包啦 大年初一國昌老師來到新莊廟街參拜 民眾排隊領紅包 祈求新年好運到 有熱情民眾特地拿出珍藏的青蔥玩偶 請國昌老師簽名 黃國昌年初一行程滿檔 第一天就參拜五間宮廟 巧的是地點都在新北市 難道在為二零二六競選新北市長布局嗎 我既然責任區是在新北市 那我就會跟陳士軒 還有我們台灣民眾黨 其他黨內的同志 好好的做好基層的經營 不只認真經營新北 打瘦肉筋一題 黃國昌也很認真 台中市長盧秀燕 承認台糖安心豬肉片驗出西部特羅 是單一個案 要為福部次長王必勝好好休假 盧媽跳車了 戰神不跳嗎 溯源找出問題的根源 讓所有的消費大眾安心 把整件事情置於人民的食安之上 他自己要不要負責 我相信考驗的是他自己的智慧 天空秀 牛列 強敗 拿鄉前程參拜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大年初一則是回到家鄉新竹 到普天宮參拜 心情相當不錯 我只是讓我爸爸給我兒子 不過他這一次他沒有給我 初三 柯文哲預計會回到新北 也被外界認為新竹新北 是民眾黨2026年的重點部署縣市 每個地方都是重點部署的地方好不好 民眾黨春節連假 也沒時間休息 為2026選戰繼續拚 歡迎收看宋居 帶出來在新北新竹採訪報導 歡迎收看宋居 宋居